西洋梅子树又成熟了 今年我给它做了保护措施 很多都没有被虫子咬 今天做个果酱 因为这些我自己根本就吃不了 满满这么一大盘 现在给它洗净 把果肉挑出来 白砂糖350克 我用的就是在超市买的 用冰糖是更好 我没有来得及出去 这几天比较忙 给它换了一个大点的 我其实是比着卖石卖鱼做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果酱 你吃不了又不想扔 还有一小点的黄油 350克白砂糖 一个柠檬 一点的黄油 防止它起浮沫 还有500克的梨子杨梅酱 大体洗一下 它里边有果壳 把它的盒取出来 剔出果肉 今年的真的很棒 一个虫子都没有 哇 太好吃了 简直是 撑出500克来 好了500克 现在是9点20 先倒一半的砂糖进来 说是让它腌制三四个小时 试温一下 看着像大黄桃 其实它是Victorian Plums 搅拌均匀 剩下的一半 等着煮的时候再加 到12点20 应该就差不多了 现在是11点 我想了一会儿 又把黄油的量给剪了一半 很多汁水出来了 我们可以煮了 我开的是中火 把我们的倒进来 如果你放糖少的话 就保存时间不够长 如果这样成功的话 我每年都会做 把它夹进来 这是一整个柠檬 把黄油炸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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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度 105度 30几度 55度 我觉得我这果肉 会不会太大了 我给它稍微压碎了一些 60几度 已经闻到有梅子酱的香味了 混合上奶油的味道 挺香的 但是太稀了 还在煮上 觉得至少得10分钟 我一直就听人家说 做果酱很简单 可是我从来都没做过 以前吃不了的 我问朋友 他们都说不要 不要我就扔了 现在可倒好 可以给它冻起来 做成果酱 就自己种的果实 不要浪费掉 太可惜了 现在是11点09 11点20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这个颜色是黄灿灿的梅子酱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还戴上了我的护目镜 搞笑不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从开始煮是10.50 到现在11点半 95度 105度了 关火 可以了 我要把它烤糊了 它的质地已经非常像了 你看 是不是很棒 还有一种方法 说是把它放到小盘里 我们来试一下 不要轻易的滑动 就做好了 没错 我这还不是一个很凉的盆子 放在这都烤得很热了 稍微凉一下 我们就可以装到罐子里了 Victorian plum sauce jam 果酱 梅子酱太棒了 现在是11点35 终于熬好了 你要是比较仔细的人 我看还可以给这罐子消毒一下 放到锅上蒸一下 我没有蒸 我这是洗干净了 放凉了以后 我们把它装到 我们密封的罐子里边 我觉得能吃几个星期是没有问题 现在是差15分钟12点 你看这个质地 我刚才尝了一下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棒 不是吹的 太好吃了 一罐满满的梅子酱就做好了 味道真的太棒了 以后有多余的水果我就这么做 不过就是糖太多了 不过比店里买的是强 好吃 太棒了 太棒了 做了这么一大西 太好吃了 我酱一般是和Scones一起吃 或者是吃Toast 当然还可以做 那种的叫什么蛋糕呢 是不是Sponge Cake 就是里边还可以加果酱 别的我就想不出来怎么吃了 我饭我就这么吃了 你肯定觉得很搞笑 我喜欢拿筷子把它夹出来 我每次都这样 而且我一般会立刻关掉它 变成这样的了 质地很粘稠 不错 感谢这个果树和蜜蜂 放到冰箱里去 自己吃一口 好